只能说远景追捕嫌犯是真的不容易 在高雄鸟中是有名名逃逸移工 他骑机车逃了三公里远 之后他又跑进菜市场里头来绕圈圈 最后跳入大牌水沟来躲藏 远景一路狂追 但最后还是抓到人 此外在台南也有名通气犯 他是骑机车逃窜 接着又翻墙来逃逸 当时自以为他已经甩开警察 就在抽伤悠哉小酌的时候 就被追上来远景逮个正找 逃逸移工躲避查气 骑机车在鸟松区横冲直撞 你追我跑大约三公里远 就在路口差一点撞车 丢下机车移工拔腿狂奔 很快的钻进市场里 他东拐西绕再来个飞向过河 几乎使出浑身解数 力气都快用尽 还是甩不开警察 突然就在这个桥上 移工就像变魔术一般 消失不见 上来上来上来 原来他跳入大排水沟躲藏 引来大批民众围观 眼看再也逃不了 只能自行爬上岸 乖乖就歹 也就在三号这一天 终于结束两年多来 东躲西藏的日子 台南这名通气犯三号上午在街头被拦查也很会逃 嫌犯在这处空地自摔 机车一丢马上翻墙逃逸 自以为已经把警察甩得远远的 就在操伤悠悠哉哉的小拙 才没多久警察已经找上门 嫌犯身背五条通气 被捕还要求要满烟 离谱行径令人摇头 记得姚文华综合报道